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此也会出现土地的分散 可是这里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我们是要考虑的 一个就是农民战争是不是会造成土地的分散 刚才我讲的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很多土地荒芜了没有主人了 因此到了新王朝建立以后 有一些人就会占有这些无主的土地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些无主的土地原来都是地主占有的吗 农民战争或者进一步说 一个王朝末期的那种兵荒马乱 它只是损害了地主的经济吗 它会不会损害自耕农的经济呢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末年的战乱中 都有一种行为叫做头线 什么叫做头线呢 那就是兵荒马乱的时候 一般的老百姓活不下去 需要找一个靠山 那么找一个靠山 他就会把自己的家产连同自己本人 都投陷于某个有权有势的人 像东汉末年黄金起义以后 的所谓的污必再保现象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元之计 明清之计也有很多这种例子 也就是说 王朝末期的战争 它会导致头线现象大量产生 因此所谓无主土地到底是谁的 这个无主土地会造成分散还是集中 这恐怕都是要讨论的 那么一个新王朝初年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一场大乱以后 地广人稀 有很多土地是空的 那么这个空的土地 新朝廷肯定要给他找新的主人 于是有人假定 他们肯定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 造成了大量的自耕农 这种现象有没有呢 当然有 不过这里我要讲 我们国家历代真正的大地主 一般来讲都是通过政治权力产生的 就是通过全地运动 通过封刺土地来产生的 而封刺土地最有条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恰恰就是王朝初年 是吧 我们后面就要讲到 虽然中国历代的王朝有时候蛮不讲理 即使是有主的土地 他也要圈 是吧 像清朝初年的那个八旗圈地 就是这样的 但是一般来讲 圈有主的土地 还是比圈无主的土地 要来得更受谴责 是吧 或者说更不容易 是吧 那么恰恰是在新王朝初年 人地关系比较宽松 大乱之后 地广人稀这种条件下 最有利于封刺土地 一个王朝的政治性的大地主 往往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是吧 因此王朝初年 你当然可以说 它有利于自耕农的形成 因为有很多土地是抛荒的 但是你同样也可以说 它有利于政治性大地产的形成 是吧 因为当时这个 我们刚才提到的福王 万历皇帝实际上并没有给他多少土地 是吧 只是给了他赴税 但是朱元璋的那几个儿子 就是明初的藩王 那可真是货真价实的 朱元璋给了他们非常多的 可观的土地 是吧 这原因并不是因为 朱元璋要比万历皇帝更坏 是吧 而是因为明朝初年 可以用于封刺的土地 要比万历年间更多 是吧 所以啊 这个王朝初年是不是土地就会比较分散 这是一个很可疑的问题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承认 王朝初年 一般来讲 农民的处境 都会比较 比王朝末年好 是吧 不管土地是集中 还是分散 都会 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关键不在于土地是集中 还是分散 而在于人地关系比较宽松 是吧 那个时候地广人稀 是吧 人比较稀罕 土地不那么稀罕 因此在拥有土地的人 和拥有劳动力的人之间 进行交易 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 不管这个 这个人是自耕农 还是店户 是吧 这种讨价还价 一般来讲 都比较有利于他 是吧 如果他是店户 如果他是自耕农 那么他可能拥有的土地 要比王朝末年的自耕农 要更大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人 人少地多 是吧 就像我们现在 黑龙江的农民 占地要比广东的农民 占地要多 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这不是说地主占地更多 是吧 这是一般的农民占地 也会更多 那么 即使那个时候的 电农或者 雇农 他们交纳的地租 往往也更少 或者说他们得到的工资 往往也更多 是吧 道理很简单 我刚才已经讲了 是吧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人既然比较少 是吧 土地既然比较多 那么这个竞争 或者说 就会比较有利于 拥有劳力的这些人 是吧 这些地主会争相招工 是吧 于是他们会把工资提高 或者说 这些地主会争相招揽人 来租他们的土地 于是他们会把地租压低 是吧 所以新王朝初年 贫富收入差距 可能比较缓和 但是这是不是说 地权分配就比以前更平均呢 我觉得恐怕没有什么根据这样说 是吧 这是王朝初年的状况 那么王朝末年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呢 有人说 王朝末年的情况是 马太效应 两极分化 富的越来越富 穷的越来越穷 是吧 我觉得王朝末年 如果就一些权贵来讲 那的确是这样 是吧 王朝末年 这个政治非常腐败 是吧 那个贪官污吏横行 是吧 有一些人的确是富可敌国 是吧 但是 如果不是指 那种大权贵 而是指一般老百姓而言 应该说 王朝末年 更常见的情况 不是 两极分化 有的人 越来越富 大多数人 越来越穷 而是什么呢 而是 像明末的 一位学者记载的 当时的情况是 富者贫 贫者逃 逃者死 是吧 就是一般的贫民 都有 经济状况恶化的趋势 是吧 这个原来富的人 变得 变成中等 原来中等的人 变穷 原来穷的人 就活不下去了 是吧 但是并不是说 有一些人 变得比原来更富了 是吧 当然不是说 根本没有 是吧 只是说 在贫民中 这种人 几乎不存在 是吧 因此啊 王朝末年 我们经常看到的 一个现象 并不是 所谓 土地兼并家具 富人疯狂的买地 农民 穷人 拼命的卖地 是吧 土地买卖越来越厉害 然后这个土地都 那些人通过买卖土地 是吧 都集中的 形成了大地产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很多王朝末年 在发生社会危机的时候 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 土地买卖比以前要少 而不是多 是吧 大量的土地 没有买卖 也没有一组 但是都抛荒了 是吧 农民弃地而逃 是吧 成为流民 是吧 这是很多王朝末年出现危机的时候 常见的一种情况 为什么农民会弃地而逃呢 是吧 道理很简单 是吧 因为 种田实在是没法种了 是吧 科捐杂碎太多 农民负担太多 是吧 收成还不够交 科捐杂碎的 是吧 那么当然这些人就种不成了 是吧 当然还 还加上当时兵荒马乱 是吧 或者是 灾荒 是吧 根本就没有打下什么粮食 而这个国家又要你交很高的那种负担 那你当然就只能逃了 是吧 那么 正因为那个样子 所以当时人们也就没有什么动机去兼并土地 是吧 因为你兼并来这个土地 是吧 如果说自耕农的收成 尚且不足以交各科捐杂碎 那么地主收的地租 当然就更有问题了 因为地租不可能是土地上的全部收入 是吧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前面也讲过的这个例子 因此 王朝末年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不是这些富人都觉得扩大耕地有利可图 恰恰相反 他们都认为减少土地更合适 是吧 因此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的情况 往往是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买卖土地 大量的土地是荒在那里 是吧 或者大量的土地 我就白送你 也没人要 是吧 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老实说 我们也很容易理解 是吧 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在这个农业税费改革以前 我们中国出现一种状态 我们中国出现一种状况就是李昌平讲的所谓的农民争穷 农村争苦 农民争穷 农业争危险 是吧 可是那个时候 老实说农村中并没有大量的土地买卖 是吧 相反 那个时候出现的状况就是大量的土地抛荒 是吧 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外出 现在税费制度改革以后 农民的负担减轻了 而且还有什么重粮补贴之类的 所以很多农民又跑回去种粮了 是吧 当年的这个土地抛荒现象 我觉得和历代的土地抛荒现象 是吧 很类似的 是吧 实际上都是农民 不是农民没有地可种 而是农民没法种地 是吧 因此 我们可以说 是吧 说这个由于自由买卖 使土地越来越集中 这个说法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中国的土地 总体上来讲 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呢 应该说 在隋唐以前 中国的土地买卖虽然存在 但是并不普遍 秦汉一直到隋唐 中国的土地 基本上按照政治身份等级来进行分配的 是吧 这就是所谓等级占填制 这个等级占填制 在中国的北魏 到隋唐 又有所谓军填制的说法 那么怎么理解隋唐的军填制 北魏到隋唐的军填制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是吧 因为在六十年代曾经有一种说法 说北魏的军填制 根本就是骗人的画皮 没搞过 是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从敦煌吐鲁翻文书中 看到一些地方 这些地方 虽然有土地还售的记载 是吧 所谓军填制就是说 我们国家向你分配土地 同时你要向国家纳粮当差 是吧 那么到你老了 国家不让你纳粮当差了 同时也就把你的土地收回来 再分给其他人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土地还售制度 可是 这些人呢 从敦煌吐鲁翻文书中啊 发现 这些地方虽然有土地还售 但是并不是按照 军填制规定的那个标准进行的 有些有权有势的人 暂填欲宪啊 就是超过了制度的规定 有些无权无势的人 受填不足 是吧 就是达不到军填制规定的那个标准 因此他们说啊 军填制是骗人的 根本就没搞过 是吧 可是 如果说有占填欲宪和寿填不足 那就证明军填制没搞过吗 是吧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在啊 以前上课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是吧 我说啊 我们改革以前 那个住房 是 是公有的 是吧 不是私有住房 是吧 那个时候也没有实行商品房制度 是吧 住房也没有交易的 那是国家分配的 是吧 呃 从某种意义上讲 改革以前我们的住房制度 可以说就是一种军房制 是吧 它的分配原则 也是按照 北魏隋唐的军填制的原则是一样的 是吧 你看一看当时的军填令 都是这样规定的 是吧 按照你的等级 一品官 啊 寿填多少多少寝 二品官 寿填多少多少寝 啊 一直下来到白丁 啊 什么官都没有的 平头老百姓 寿填寿填多少多少寝 是吧 当然了 啊 所谓军填只是每一个等级内的军填 是吧 这个一品官和老百姓 那是相差的非常之远 是吧 但是每一个等级内原则上 都是一样的 但是 我们以前的那个住房制度也是这样 是吧 规定几级干部能够享受几房一厅 是吧 几级干部能够享受多少多少平米 是吧 然后一直到一般的工人 啊 一般的那个小老百姓啊 能够享受多少多少平米 是吧 可是我们知道 在那个时候 虽然名义上有这个规定 但是 这两种现象都很普遍 什么现象呢 就是很多有权有势的人 占房欲限 很多无权无势的人 受房不足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很多 很多 那个一般的老百姓住房非常困难 是吧 三代同堂户 乃至大龄青年 由于没有住房 不能结婚的 是吧 在改革 在住房改革以前呢 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 是吧 而同时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超标准占房 又相当普遍 是吧 我太太所在的一个单位 是吧 他们的局长 在那个时候 就占有七处住房 是吧 这个 当然是超标准 是吧 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 这种状况 你能够说 国家分配住房的制度不存在吗 当然是存在的 是吧 所谓军房制 它存在与否 并不是由 占房 是不是真的平均来决定的 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而是由 住房 是不是按等级 按身份来分配 由这一点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 在战房制下 军房制下 并不是 人们在货币面前 人人平等 不管你是当官员 还是老百姓 你都要买房 你 有 掏钱多 你就买大房 掏钱少 你就买小房 不是这样的 是吧 而是按什么来分配的呢 按你的身份 按你的特权 来分配的 是吧 只要有了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不是私房制度 这不是商品房制度 是吧 这是等级战房制 也就是所谓的军房制 是吧 那么同样 北魏隋唐的军田制 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那个时候的土地制度 就不是自由买卖的 就不是老百姓私有的 是吧 而是按特权等级 进行分配的 尽管 正因为当时的这种 专制制度 所以 有权有势的人 经常超标准 而无权无势的人 经常达不到标准 但是这恰恰是 军田制条件下 难以避免的现象 是吧 我这么讲 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 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是吧 我们可以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 进行提问和讨论 谢谢 大家抓紧时间 是吧 有什么 有什么 那个 那个 问题要问 我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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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